這一集我們來聊聊 手機的配件 說到的配件 你會想起什麼 耳機 手機殼 還是移動電池 大家在ASUS ROG Phone 2的時候 然后 为什么会有叮的 宇宙最强的 Azus ROG бы儿的话 它的手机配件 就不简单了 好了 最终的欢迎我们无情不由的 看一下影片 首先 当然 非常感谢 Azus Malaysia 把最一台的 限量的 配件主套的 然後有一個進來老胡的工作室 才能夠今天為各位做這個開箱影片 好了不要廢話 我們再來看看 是的沒有錯 它是一個行李箱 那這個東西在馬來西亞推出了也有兩三個月了吧 那裡面的配件呢 有分開賣 如果你們有興趣呢 想要分開買的話呢 再來一個密碼鎖 你還可以設定密碼 然後還有這個TSA Log 真的可以帶上飛機啊 那這個困綁組呢是包含了 ROG2的手機的本身啊 那ROG一代的時候呢 也有這個行李箱 哇 這裡還綁起來 把它解開 我們現在來看最主要的 就是裡面就有一台手機啦 那如果你已經有手機了 你就磨跟手黑又買了一個整個箱 除非你真的很想增長這個限量的行李箱啊 好了 再來我們來看看有幾個的配件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那包含了手機本身裡面呢 ROACTIV的風扇呢 這台手機 有七個配件 當初發布了一個Lightning Armor的手機殼 一個雙屏幕的基座 這是第二代的 一個可以把手機連接上電腦的基座 一個可以把電話無線傳送到電視機的基座 怎麼那麼多基座了 一個可以接上手機的手柄 名叫Good night 是的 不是Good morning 是Good night 最後一個就是讓你可以放你的手機 還有你的配件的一個包包 OK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的影片什麼了 掰掰 鼻子都在聽 欸 話說很解釋 好了 我們把全部的配件拿出來之後 我想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行李箱到底能不能用啊 把這一塊東西拿出來 哇 這個東西可以給你放一些口袋什麼的 就跟普通行李箱一樣呢 把它蓋起來 然後呢 再把它蓋起來 就可以登機了 看看這個手機殼到底有什麼特別 它的那個電話的手機裡面 本來只有送一個殼了 現在這是另外的一個殼 這是日文的是什麼 哦 玩家 很多不同 不同語言的ROG吧 然後這裡有個洞 這裡有一片東西 手機殼的特別之處呢 就是如果你的手機打開了後面 背部的這個 RGB燈光之後呢 把它放套上在這個殼子上的時候 問你要不要更換它的主題 然後呢 就換了另外一個它的 一個特別版的一個主題了 除此之外呢 後面的燈光呢 也會延續在這個手機殼的外面 它是利用這裡的 用一些折射的原理呢 把那個燈呢 打在這個地方 除了可以保留了那些 散熱孔啊 手機孔啊 這些 接口以外呢 可以為你的手機呢 多一層的保護 接下來我來試看 可以裝這個 ROActive嗎 好像不行 因為它這裡 它這一塊東西 就擋著了這個 接口了 所以呢 這個手機殼 唯一不足的就是 它沒有辦法接 你這個商人器啊 而且接了也沒用啊 其實 它只有一個殼了 你吹什麼鬼啊 吹 吹個蛇吹 我們來看 GOOD NIGHT的手柄 它之前呢 第一代是叫什麼 Game Vice 這改了一個版本 沿用了那個 非常著名任天堂 Nintendo Switch的 那個手柄的概念 還蠻相似的 這樣子接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 利用藍牙 無線呢 控制呢 來玩你的電話啦 是的沒有錯 這個可猜式的 酷奶手柄可以透過 藍牙還是數據線 連線之後 讓你的電話 直接升級成為 家庭式的遊戲機 可以要搖槓 左右上下前後 超過12個按鍵 來提升你的遊戲體驗 只要花一點時間 在設定上調整 按鍵的觸碰位置 之後就可以用它來玩了 這下面還有一層啊 有葉果 又是手機殼 這邊有些東西 把它撕出來 這邊的東西很容易不見 這條搖 鎖上去 哇 夠富貴啊 哇 哇 真聽啊 你死美啊 上面就跟普通的 PS4 Xbox的四個鍵一樣 多了四個鍵 如果你覺得另外帶多一個搖桿 會很麻煩的話呢 這個方法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也比較方便 雖然按鍵呢 比較少 但是呢 不會影響遊戲的體驗 比較推薦呢 用來玩那種賽車啊 還是那種打鬥啊 Street Fighter的 Motor Combat的那種遊戲 Next 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是 Widget Display Dot Plus Combo 這裡寫了三個 2K 快速的網絡 還有Low Latency 這什麼 USB 3.0到RG15 這是接網絡的 是連著一起用的吧 然後 製作的本身 好像你那個網絡的那個 Router 你們加的 怎麼用喔 可以傳送過面 都是接近 哇 裡面還有 充電器啊 這個面也插頭了 還有一個說明書 現在來開一看這個 有一條非常小的 USB 3.0接這個網絡接口的 線啊 這個也給你 插在這裡的吧 應該 哦 這個配件呢 比較前衛一點的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個 比較更好的 遊戲體驗的話呢 建議呢 你還是連上這個 網絡線 之後就可以在無線的情況下呢 把你的手機的畫面呢 投射在電視上 聽起來是蠻酷的 但我發現我用了幾次之後呢 就算我的網絡很快啦 可是它的那個 畫面還是會卡卡的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你也可以配合上一個 我們所提到的 酷奶手柄呢 就坐在你的舒服的沙發上呢 哈哈 玩你的這個 手機遊戲咯 Next Mobile Desktop Dot 那它的用法呢 就是你接了這個之後呢 你可以外接 你的 鍵盤來 活屎啦 哇 這個後面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網絡線 所以說這兩個 跟剛才上一個的那個配件 不一定有兩個同時嗎 試了沒有說這個配件的原理呢 除了可以把你的畫面呢 直接呢傳送到電視還是電腦屏幕上 你還可以同時呢 把你的電腦主機呢 連接在一起 來進行一個手機 還是電腦的畫面之間的切換 也就是說 如果你玩電腦玩了 有點悶的時候呢 你可以換去你的手機的屏幕 來回復一些啊 微信的訊息啊 還是玩你的手機的遊戲啊等等 但同樣呢 你需要花一點時間呢 在這個鍵盤的一個 按鍵的設定上調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配合你的滑鼠啊 還是耳機啊 來進行你的手機的遊戲 把你電腦裡面的遊戲體驗呢 提升到最大慌 史密克的第二個 這是我呢 第二代的Twin View Dock 接著這個呢 就有雙屏幕 它比上一代 得清了不少 第一代的擴展屏幕呢 是在下面的 而你把你的手機呢 放在上方 這一代呢 手機呢 你就可以放在下方了 所以說呢 它整個設計的概念呢 就是可以把這個重量呢 放在下面 你就不會一直搖晃 我們試看 把我們手機接上去 背部有個按鈕啊 要先打開 然後這個就可以 什麼了 然後把它 推上去 再跟著這個接口接下來 再把這個鍵鎖上去 這樣就完整了 哇 一起的呢 哈哈 我還想說 它的屏幕這麼暗 調一下下面 原來上面也會連在一起 這一代的Twin View呢 同時呢 也把這個手機的 上面的屏幕的刷新率呢 跟著120Hz 下面保留了它的耳機孔 那充電器呢 有啊 後面也有啊 保留了它的充電器 真的好像之前任天堂的那個 Nintendo DS 哈哈 兩個屏幕 如果要打開相機會怎樣 嗯 什麼呢 啊 不行 不能拍照 因為它的相機孔我後面擋著了 所以不能拍照啦 拍個蛇啊 你爹這個來拍照做麼 那充電除了擁有一個副屏幕以外呢 還附上了5000容量的電池 配合指定的遊戲呢 你還可以分開上下屏幕呢 同時進行 那下面呢 就看你的賽車的屏幕啊 上面呢 就是你原本玩的時候的畫面 真的是牛逼 但非常遺憾的就是我找了很久 好像目前只有一款遊戲呢 是支持兩個上下屏幕同時進行的 當然如果你想到更牛逼的話 你可以配上那個 哭奶的手柄呢 直接把這整台手機呢 變成一個 航空物件 其他不支持雙屏幕的遊戲呢 你依然可以用副屏幕呢 你可以用它來直播啊 可以YouTube啊 還是華臉書啊 等等的等同 還是呢 你可以甚至呢 用上面的屏幕呢 來玩不一樣的遊戲啊 都沒有問題的 而且Twindo的下方呢 也有一個散熱風扇啊 所以咧 你就可以呢 用它來呢 長時間呢 去玩你的PUBG啊 還是玩些什麼高貨值的畫面呢 也不會覺得畫面會卡頓的 因為它要幫你散熱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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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你還溜住啊 今天最後一個配件了 這是它的包包 正面有一個 敗家之眼的LOGO 然後前面呢 這種這種防鍋魂 這應該是給你放手機的部分了吧 這口袋給你放手機的 有一个大的部分 哇 很大哦其实 里面有大小不一的口袋 可以给你放一些 它的配件 这个屏幕基础 这里有个口袋 好像刚刚好 是吧 是吧 它还有一个可以给你贴的 然后旁边这里呢 有两个小小的孔 应该是给你放这个 手柄的吧 是左右 LR 应该就是放这个了 不知道 然后它也可以把它粘起来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哦 这个电脑基座可以进了 如果你硬硬size要 这个比较难一点 没有人带这个出门吧 这个投射的基座应该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还有很多空间 这里也有啊 在侧面还有另外一个口袋啊 就可以把它带住节啊 哇 哇 哇 如果你的朋友有买ROG Phone的话 可以把这个影片呢 share给他 tackle他 那我们今天的客厅就到这里咯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下一集再见 bye 一直都在听了 诶,话说你解释的时候很乖 一般哦 接受 看你 看你的心哦 ans 两个个 一半 二半